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欣欣在农村 在我们农村有很多的老年人没有男孩子 但是他们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咱们去找着了解一下 大爷 留着玩了 留着玩了 你吃完早饭了吗 吃了就吃完了 咱这几顿饭现在 三顿 哦 咱那边是三顿饭 对对 完全都是三顿饭 你老年年几个孩子 五个闺女 五个闺女啊 五个闺女 你看小婦吧 小婦 在平时的时候 这五个闺女都睡觉了吧 完整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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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时也给他们看看孩子 他们很健康 不让人找找来 就是说也不用给他们看孩子 你现在赶大年那两个人 就是过了两个单锅子 是啊 是啊 年龄都是五个闺女 五个闺女 你这个想起来说 要是说 咱有五个儿子的话 比这负担轻了 不得 就是一个 咱农村说话嘛 都想要个男孩子 没有男孩子 要的贵女多了 可是我就是无个意思 你贵女多了一样 你想想你老子 你得多强奸 你要加入五个儿子 五个儿子 有一个儿子 要不住嘛 那我说计划生 想看这个年来 计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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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你说 你这五个贵女 你还觉得后悔吧 哎呀 现在五个儿子 现在男孩子跟女孩子 五个儿子 都是一样 贵女也是贵娘贵的 是吧 你儿子也是那个样 有的生日 可能还不是贵女 贵女更多一些 像这个年龄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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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对来说 你这五个鬼女 比他们游儿的晚年要幸福的多 通过刚才和大爷的交谈了解到 大爷没有儿子 有五个女儿 但是晚年过得很幸福 大爷还说了 他有一个邻居有儿子 现在七十岁了 还在外打工 这样看来 有女儿的晚年 要比有儿子的晚年 过得更幸福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